您好 欢迎您和我们一起关心台电的消息 今天要为您带来一则最新的报道 针对今天媒体报道 中南部六个县市要签署净烧生煤的政策 我们认为说如果在中南部六个县市 来实施净烧生煤的政策的话 由于台中发电厂跟云林六清的供电量 超过去年103年 全国捐风用电的四分之一 那么如果把这些燃煤基础都停掉的话 那么就不需要其他县市来跟进 全台各地马上就要等着停线电 供电一定会出现问题 必须实施分区轮流的停线电 会严重的冲击民生以及工商产业 这不是口课也绝非违言耸听 而是必须要面对的一个事实 希望大家能够考量全民的用电的一个需要 生煤就是我们发电用的煤 全台每个火力电厂的排放值 都已经符合中央与地方的要求 台中电厂自然也不例外 那么另外我们根据台中市政府委托 执行的一个研究报告显示 台中发电厂对于台中市的PM2.5的影响程度 其实不到1% 应该不是主要的空气污染源 此外台电为了要持续让台中电厂的 空污的防治设施 能够符合地方更严格的一个环保要求的 我们已经在投资了92亿元 我们希望能够降低台中电厂1号到4号 及空气污染的排放量 那这个工作我们预计在民国109年可以完成 这里是台电影英网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次见